好 但是說到跨年 很多人在問的是 這一次的跨年 如果我們現在的疫苗覆蓋率 已經慢慢的往上衝上去了 那我們在跨年的時候 所有的防疫 有沒有可能會放寬 目前指揮中心說 還在眼裡當中 看起來是有的 到下個禮拜才會跟大家公布 不過現在可以確定的是 第16輪的疫苗規劃 已經出爐了 指揮中心宣布要開放 18歲以上 民眾來接種BNT 如果是莫德納 或者是AZ疫苗的第二劑 另外還有第一劑接種AZ疫苗 必須要滿八個禮拜 才會開放你第二劑施打BNT 或者是莫德納的混打 本土確診持續加零 境外卻是本週最多12例 分別來自越南 印尼 緬甸 柬埔寨以及中國 其中有六例突破性感染 有四位是餘工 三位外籍生 分別接種過中國科興國藥 AZ 境外移入不減反增 國際上又有新變異病毒株 指揮中心也公布上週境外案例 基因定序 今天我們公布的上一週十九到二十五號 總共新增十二例的Delta 沒有包括有任何新增的所謂Delta 或是AY點四點二的病例 庆幸沒有看到南非新型變異株 B1點1點529 不過國內接種疫苗也得加快 全台疫苗接種人口含概率 第一劑百分之七十七點四六 第二劑百分之五十一點七五 指揮中心宣布 第十六輪疫苗開打流程 只要十一月四後前接種過 第一劑BNT的十八歲以上民眾 二十九號上午十點到三十後 中午十二點可以預約 另外十一月四後前打第一劑莫德納 和十月七後前打第一劑AZ的民眾 二十左右下午也開放第二劑預約 那接種第二劑的AZ或混打BNT莫德納 施打的時間是定於十二月二號 到十二月八號 全台疫苗含概率持續上升 接下來要迎接跨年 不過指揮中心還在規劃 現階段大家一定要戴好口罩 勤洗手 保護自己 也保護別人 別讓病毒悄悄掌上門 華爾新聞 黃建穎 台報導